难道你还指望他来解救那些学生 想都别想了 他只会变得更加猖狂 既然不知道他如何调配了解药 那我们就换个方法 中医 院长 不好了 很多学生出现了呕嘟的症状 什么 你们可只有不到半小时时间 我倒要看看 你们该如何给他们解毒 闭嘴 我要让你知道 什么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麻烦周院长带个路 你要做什么 解毒这事包在我身上 但得麻烦您带我去一趟中药房 我需要几种药材来配置解药 好 随我来 这么多名贵药材啊 这个都是钱啊 甚至连空气中都能闻到一股钱的味道 中医学院所有的储藏药材都在这 需要什么尽管用 我要开始了 喂 你打算怎么做 老头儿 一会儿你可别心疼啊 别废话 我倒要看看 你要怎么弄解药 你要的东西我找来了 别火 好 黄虎 你干什么 简直就是暴铁天物啊 你活这么久 这么连语 还是头一次见 我不要太旺啊 把那张桌子拆了 什么 多了 接下来就是 取我体内精血入药 这是干什么 你小子是在制毒吧 那老头说我今天有血光之灾 指的就是用精血救人吧 唉 真是什么都讨不过那老头的眼睛 我从业这么多年 从没见过这样炼药的 药里面为什么要加你的血 这就说来话长了 总之我的血可是很宝贵的 这是 炼好了 你们看 怎么这么臭啊 你确定煮的不是屎吗 有句话说得好啊 良药苦口 当然我炼的药 有点特殊而已 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们了 这个药 真的是解药吗 我还是先试试看吧 真的太抽了 这种松手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感觉一股无形的力量充满了全身 好舒服啊 我的身体快要燃烧起来了 这是青春的活力啊 果然是神药 紧紧舔的小口就治好了我多年的完棋 真是太神奇了 这小子究竟是何风神圣 麻烦请让一下 你们干什么吃的 给我动作麻利点 感觉这个母龙虎随时都要爆发了 还是小心点行事 好 好的 无对劲啊 这是什么情况 送来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解药 解药来了 快给学生们服用 慢着 这是什么 怎么这么臭 这是周院长炼制的解药 快给学生服用 明白 我感觉 我全身充满了力量 这么快就见效了 这么快就见效了 不愧是周院长 这是什么灵蛋尿药 我也尝尝 这感觉 好特别 好温暖 就像是一股坚实而有力的臂膀 紧紧地把我摟在怀里 无法挣脱 第一次见里老虎露出这样的标枪 真不想从这种感觉里出来 等等 你们在落着干什么 赶紧给我工作 你小子可以啊 小事而已 不过俯卧城我没有做完 是我输了 是时候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了 俯卧城 什么俯卧城 你救了这么多学生 学校肯定会嘉奖你的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